大家好,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您带来精彩视频 又出洋相,徐凯明丁大罪贪婉在地 一遭前女友逼迫开房拍裸照 视频细节被披露500张不雅照曝光 说起家暴,一般人都无法容忍 更不要说是娱乐圈的明星了 不管是家暴别人 还是被家暴,都是粉丝不允许的 尤其是家暴过女友的男性 基本都会被粉丝钉死在耻辱柱上 再也没有爆红的机会 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徐凯 关于徐凯家暴的新闻 相信很多粉丝都略有耳闻 大一辍学模特出身 还有家暴黑料的徐凯 为何现在能成为资本的宠儿呢 想要在娱乐圈出人头地是非常难的 赵丽颖跑了十年的龙套 才渐渐的崭露头角 还有很多龙套演员 就算是演一辈子 可能也没办法出头 徐凯在演艺道路上是比较幸运的 说起徐凯的贵人 就不得不提一下于正 虽然于正很不招人待见 但是挑演员的眼光真是一流的 之前的杨幂赵丽颖就不说了 后来的陈晓 袁珊珊也不算啥 就现在白鹿 吴嘉怡就可以证明余正的眼光了 徐凯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 他本来是985-211大学的学生 但是因为家庭变故 不得不输学打工 好在徐凯的外貌条件不错 渐渐走入了模特圈 成为某宝上著名的模特 这个时候他遇见了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女友大金 两人刚在一起的时候感情非常好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总是不断地发生摩擦 之后二人分手 在徐凯事业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 大金就跳出来 爆料说徐凯是家暴男 还发了照片为证 在网上发布了多条关于徐凯的视频 其中就有因为徐凯没有接机 而被大金的朋友按在地上 逼迫他下跪的视频 很多粉丝看到后 纷纷表示徐凯才是被家暴的一方吧 同时也有网友发现 家暴的照片其实是大金工商的照片 大金进这招不管用 又是在聊天记录说徐凯是软饭男 但当时徐凯已经是比较有名的模特了 虽然不能说大富大贵 但是满足生活需要完全没有问题 徐凯在工作几年后 就给自己的父母在深圳买了房子 这条理由也不成立 之后大金又说白鹿插足他和徐凯的恋情 但是后来自己又改口 直到现在网友们也算是看清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他就是不想看徐凯爆红 想毁了徐凯 面对家暴这件事 徐凯当时并没有否认 直接在粉丝群里承认了这件事 但是徐凯只有四年粉丝 所以这件事并不是很严重 但是在徐凯爆红后 家暴再次被有些人扒出来 徐凯的经济的工资直接发了律师声明 只承认双方有过推赏 如果再有造谣的就直接寄律师函 这件事之后 徐凯家暴的事情就落下帷幕了 说起徐凯和白鹿的绯闻 其实也和前女友大金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白鹿也是被余政一手捧出来的 因为拍摄凤求黄而走近观众的视野 算是正式出道 徐凯和白鹿曾有过很多次的合作 关于两个人的绯闻 网上也是议论纷纷看法不同 有些人认为这是余政一手策划的 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真的恋爱关系 总之非常复杂 徐凯曾送给白鹿一双高跟鞋 而白鹿拍照后发到社交平台 没想到这张照片被徐凯的前女友大金看到了 大金发文说 徐凯现在还用的床单是自己之前送给他的 这是不是从侧面说明徐凯和白鹿同居的 关于网上的议论 两个人都没有进行回复 在拍摄烈火军校的时候 白鹿掐徐凯的屁股 被摆下来放到了网上 瞬间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虽然当时徐凯可能因为不好意思阻拦的白鹿 但最终还是没能拦住白鹿的手 一般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女生在拍戏的时候吃亏遇到咸猪手 但是没想到男性也会遇到 现在男孩子出门都这么危险了吗 这件事被爆出之后网上关于两个人的绯闻更多了 但不管是他们本人还是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进行回应 在两个人的绯闻欲传欲裂时 公司终于坐不住了 发表声明称 二人只是好友关系 其实在这之前不管是白鹿还是徐凯 都说过自己心中的伴侣的样子 对伴侣的描述都不是对方 但两人私下的真实关系到底怎样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和徐凯有过相同遭遇的明星大概就是黄景瑜了 两人经历的一些事非常相似 但最后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黄景瑜大概说在没有遇到贵人吧 徐凯的贵人除了余政 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大粉 一只清单 在徐凯面临家暴危机的时候 一只清单的做饭 简直救了徐凯的整个心图 为他拉到很多路人员 当时一只清单直接带着这个粉丝团躺平任潮 玩的是走黑粉的路 让黑粉无路可走的道路 表面上看好像是妥协了 但实际上却是用自己的方式 让路人粉放下偏见 更加了解徐凯 一只清单曾说 他们不怕徐凯上热搜 因为每上一次热搜 就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徐凯一点 这样理智的粉丝 在娱乐圈实在太少见了 徐凯能有现在的成就 和他精湛的演技是分不开的 他拍摄的每部剧收视率都非常好 几乎没有网友吐槽过徐凯的演技 算是新生代里面演技不错的一位演员 所以徐凯现在收获了很多粉丝 1995年生人的徐凯出生在广东 以模特冠军身份入行发展 因阳光帅气的长相 1米8以上身高 一出道便吸引无数粉丝的关注 虽说非科班毕业 但徐凯跨航进军影视圈后 凭借《演喜攻略》中 富红一决迅速走红 在前年夏天 一下子就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人气大增 一跃成为当红小鲜肉 徐凯意识顺势签约 在制作人于政旗下 备受东家力捧 近两年来 徐凯资源爆棚片月不断 前不久网络还盛传 他将要出演大IP制作 天官赐福 不过最后老板于政 倾下场来辟谣 徐凯走红的同时 负面新闻意识层出不穷 其实被媒体爆出 与白鹿炒作绯闻 后又遭到网红前女友大金 站出来公开痛视 其拍拖期间家暴行径 还晒出疑似遭遇家暴的 鼻青脸肿受伤照 徐凯的口碑和人设遭公众的质疑 在前女友大金公布的一则视频中 徐凯深夜与友人拼酒酩酊大醉 十分狼狈地蹲在地上 而此时的大金则在一旁 用手指狂戳徐凯的脑袋 指着他的头质问 还转不转 事后 大金火同其他友人起哄 让徐凯跪下 后者不省人婿的状态下 亦是由蹲者被逼迫成半跪状态 出镜阳相 好在那会徐凯尚未出名 对其影响一般 但还是要说 小酌怡情大隐上身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明镜与点点栏目